MDONALD 創辦人雷敏諾克先生曾經說過 經營漢堡包業務 我們比任何人都更認真 MDONALD 是全世界最知名的領導品牌 我們已成為香港人提供優質的美食 繼往開來 我們每日會客人提供優良的品質 快捷的服務 清潔的環境和超值的享受 令我們引以為傲 顧客同時都希望 在安全清潔的環境下 享受優質的服務和美食 在這一點我們一定要做得到 甚至超越顧客的期望 你好 今天想不想嘗試我們新推出的 菠蘿芝美哈寶套餐 為了令每一位顧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們需要展現恩勤款待 視每一位顧客為我們的貴賓 我們要切身處地地為顧客著想 滿足他們的需要 甚至乎要把握機會 創造驚喜一刻 謝謝,下次見 不要緊,我們會馬上倒一杯給你 請你坐下等等 好,謝謝 先生,小心地滑 讓顧客感到奔駐如歸 以及確保提高看得見的品質 服務和清潔 道理很簡單 只要令顧客滿足 他們就會再次光臨 甚至帶朋友一起來 顧客服務有兩方面 首先在程序方面 在清潔的用餐環境當中 能夠為每位顧客迅速提供美味的食物 準確匯集所有產品 及熱情有利的服務 其次在與顧客互動方便 要與顧客作出親切互動的溝通 令顧客深刻感受我們恩勤的服務 這點正在麥當勞用餐最寶貴和重要的部分 小姐,你杯橙汁嗎? 謝謝,下次見 如果我們態度積極而且正面 就會反映在我們的言行上 顧客也會同時感受到 其實我都會有不開心的時候 但我發覺只要保持正面積極的態度 情況就會改變了 因為保持正面積極的態度 不單止令到自己開心 還可以令到身邊的人感到歡樂 這種感覺真的很好 先生,需不需要咖啡再喝? 好的,麻煩你 會否要奶或糖? 都不用了,麻煩你 好 一般來說 顧客在麥當勞逗留的時間不太長 所以你和他們每一個接觸 都是關鍵的時刻 服務循環能夠有效地幫我們 在和顧客接觸的時候 發現關鍵的時刻 服務循環的每一個環節 都能夠為顧客留下美好的印象 服務循環的第一階段 是歡迎時刻 要記住你被顧客的第一印象 是會持續很久的 如果你穿著整潔 包括乾淨的麥當勞制服 整齊的頭髮 良好的儀容 那你就會充滿自信 而這些自信 都會可以被顧客 留下一個深刻持久的印象 好 小姐, 你好, 歡迎關鍵 我們要以誠懇的笑容 以及45度揚手 去歡迎我們的顧客 你好, 蘇先生 很高興再次見到你 今天會否嘗嘗我們最新推出的 菠蘿滋味蝦寶吐餐 好 不過這餐飲我想轉優質積磨咖啡 好, 謝謝 我們身處地位顧客著想的原則 可以令到我們想提供服務的時間 將焦點先放在顧客身上 我們會經常想想 顧客需要甚麼形式的款待 然後提供他們滿意的服務 小姐, 是否照顧麥樂雞餐 如果有機會 你可以和顧客行華加償 但如果在高峰的時段 有很多客人都在的話 那就不太適合了 不過, 簡單的行華加償 的確可以令到顧客的用餐經驗加分 Hello, Janet 今天早了 是呀, 今天早了出門口 是否也是吃魚柳包餐呢 是呀, 但我今天想喝熱巧克力 好, 謝謝 謝謝 在麥當勞, 小朋友就是我們的貴賓 一直以來, 麥當勞和小朋友 都保持一份特殊的關係 他們就是我們未來潛力的顧客 我們會為小朋友提供周到的服務 在和他們父母打招呼的同時 我們也會主動和小朋友打招呼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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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t Foon, 我帶給小朋友 你總感覺真的很好 Yeah 記得我小時候來麥當勞的時候 每次都覺得很開心 服務循環的第二階段 是互動時刻 當你為顧客點餐的時候 你要仔細地聆聽 並確認清楚 是否加四元, 把薯條和飲品加大呢 好, 謝謝 謝謝 嘗試用是與否的問句 顧客只需要回答是和不是 那就更加簡單快捷吧 需不需要加六元要一個蘋果批 麻煩, 一份麥樂雞套餐吧 好, 小姐 那餐飲是否有可樂呢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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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先生, 你好, 很高興再次見到你 今天會不會嘗嘗我們新推出的 菠蘿芝味蝦寶套餐? 也好, 嘗嘗 那是不是和平日一樣 加四元把薯條和汽水加大呢? 是的, 謝謝 好, 謝謝你 服務循環的第三階段是晴帝時刻 顧客期望我們提供快速的服務 通過個性化的服務 超越顧客的期望 陳超先生, 你的桌餐來了 太好了, 有事 小朋友, 你的公仔挺漂亮 她叫甚麼名字? 小明 小明, 你好像很喜歡她 是的, 我經常跟她玩 陳超先生, 你的女生真乖 是的, 所以我帶她來麥多勞 服務循環的最後一個階段 是寬送時刻 為了令顧客感到備受尊重 我們送上點餐的時候 一定要雙手地遞上 並且邀請她們經常光臨 如果是外賣的話 我們一定要雙重摺摺待口 謝謝 張太, 你的外賣魚柳包 謝謝, 下次見 如果你可以好像歡迎顧客那時 這麼親切友善地寬送她們 就可以持久地留下良好的印象 拜拜, 明天見 顧客會牢牢記住良好的第一印象 但是留給她們美好的感覺更加重要 這個就需要由始至終提供正面積極的服務 經常注意創造驚喜一刻 當我們主動地說客人多做一些事 完全出乎她們意料之外 那就是創造驚喜的一刻 小姐 謝謝 不用 謝謝, 下次見 謝謝 先生, 等我幫你 好, 謝謝 全都是你的小朋友 不是, 開玩笑嗎 真的謝謝你 別客氣 這樣做可以更加方便顧客 並且表示我們已經準備好為她點餐 熱切盼望可以為她們服務 媽先生, 這邊有位 謝謝 能夠經常跟客人聊天 令到他們開心 我也很開心 關注顧客的需求 然後認真地幫助他們 我們為顧客提供看得見的品質 服務和清潔 滿足他們的需求 觸動他們 我們會遵從基本的服務原則 就是靈活有效地回應每一個顧客的需求 但是, 怎樣和顧客互動? 就要我們自己判斷掌握 度身訂造 離定一個溝通模式 令顧客感到與眾不同 歡迎光臨 我要一個魚柳包 但是不要醬 好啊 先生, 那要不要轉份套餐? 好啊 顧客所提供的意見 是非常之寶貴 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令我們可以改善服務 如果顧客需要更換產品 又或者他們點完餐 需要等一等的話 那我們最好就是問一問 怎樣稱呼他們 等到送上產品的時候 可以親切地叫他們的名字 令他們的用餐經驗更加與眾不同 謝謝 陳先生, 你的可樂酒兵 注意聆聽顧客回歸的意見 表示理解 如果有必要的話 應該真誠地致歉 先生, 這個是你的魚柳包 多謝, 下次見 咦, 我是要麥樂雞的 不好意思, 我現在立刻幫你甘悶一下 總之, 我們要及時解決問題 並確保顧客對結果感到滿意 我要的那杯是可樂 不好意思, 先生 我幫你護一杯 視顧客如貴賓 對麥當勞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沒有客人就做不成生意 這一點 麥當勞和其他服務性行業 是毫無分別 因為顧客是可以有很多選擇的 怎樣令顧客再度剛臨 我們必須持續提供 因勤款待的服務 視顧客如貴賓 他不僅可以展示你的個性 同時也是麥當勞的特色 當你了解到 自己對麥當勞持續成長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你就會心感驕傲 就如同一門專業的技術一樣 因勤款待的服務 需要經常練習 你付出得越多 回報也越多 所以要有自信 時時展示誠懇的笑容 保持正面積極的態度 處處切身處地為顧客著想 I am nothing it 就是這樣